好继续带来看到吉安乡公所打造全国首张智慧特色门牌 目前正在进行家户张贴的作业 那么乡厂游淑珍表示 吉安门牌从95年焕发到现在已经有17年之久了 现在有旧门牌有历史留存的记录 原则不会拆除 全乡总共有33,000多户 预计240个工作天就可以完成 那么张贴前领长们也会先进行告知 师座人员会穿着反光背心 带着识别证请民众安心配合 吉安乡公所打造全国首张智慧特色门牌 目前正在进行家户的张贴作业 其中福星三阶48项 居然可以看到40多年来陆续张贴的老门牌 加上今年的新式门牌 屋主说非常有意思 我说新的门牌 这次要放下新的 你觉得新的漂亮吗 漂亮 所以你们家戴起来都弄几个 要被漂亮的门牌 我的门牌还剩两个 你会记得多久吗 不记得 现在老年厨大 你什么都不记得 现在还要挂一个新的门牌 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挂的比较漂亮 比较大比较漂亮 吉安校长游淑珍表示 门牌见证历史的脉络和情感 新式智慧门牌更结合了时代潮流 让便民服务工作可以更到位 我们准备了接近三年 从网路的建制完整到门牌的设计 尤其是在108年 我们开启新的logo做设计 它带来的是整个吉安厢的文化文粹 跟整个脉络三海之间的美 所以我们的创意门牌 也结合了新的logo 带来一个资讯化的 这样的一个呈现以外 更是全国第一面拥有QR Code的门口 要找到了吉安不一样的 融合族群的文化脉络 也要知道每天吉安厢的新闻资讯 更要开启建设同报 登不通路不平 获得有缺失的 马上能够承报的激进 有效的作为 吉安厢18个村有33352户 预估要花240个工作贴 才可以把门牌张贴完毕 相公所表示 在张贴前 领长会先行告知 施作人员会穿着反光背心 带着识别证 请民众安心配合 让门牌张贴作业能够顺利完成 这里会吉安厢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